你好,Bing speaking 你好,我是6731小金娱乐客服 本年送福利送海金的 最近送金618,质包互入888的 你昨天不是给我打过电话了吗 你们客服这边 昨天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我给你讲,你们昨天那个同事 我给你说,服务态度特别差 我话还没讲完他电话就挂你知道不 你不会跟他一样吧 我也看情况,如果你脏水棒了我也怪 那您平时有没有在玩棋牌这样摆家乐图一样 哎呦,棋牌玩过 你这彩票,你这难为我,你知道吗 我秦始皇,我们那个时代 那彩票,那摆家乐图都没出来的 你这难为我这是 喂,喂 欢迎来到密码追踪 2023年年底的某一天 作为一个二手美食博主的我 正在为午餐是吃出钱一丁 还是吃新拉面犹豫不决时 突然感觉哪里却不对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一番思索过后,我悟了 平时午餐之前 总会固定接到一个问候电话 要么是邮局打来说我的包裹丢了 要么是银行打来说我的银行卡背道 要么是大使馆打来说我的护照有问题 总之就没有一件好事 这些诈骗电话变着花样的 用各种口音告诉你各种不幸 搞得你都怀疑人生了 而且这种电话每天必来 一周七天都不再重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友善地问候对方的老妈 挂完电话后还不忘拉黑 然而在一年365天 人家天天都给我致电之后 我被整得没脾气了 我不挂他们的电话也不拉黑了 而是直接告诉了他们一个秘密 我钱始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午餐前的这通诈骗电话 变成了我的精神适量 让我非常期待 在差不多连续两周没有接到诈骗电话后 我终于在网上看到了一条重大新闻 我现在是在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大家在镜头里看到的这架飞机 就是今天押戒这10名 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民航包机 刚刚飞机是已经抵达了昆明机场 现在我们的公安民警是 正在将这10名嫌疑人押戒下飞机 我们在现场看到 停机坪上已经是停放了10辆警车 这些嫌疑人稍后将由这10辆警车一一带走 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 今天押戒的这10名重大犯罪嫌疑人当中 有6名是缅北社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重要头目 还有4人也是重大犯罪嫌疑人 这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白索成、白印仓、刘正祥、刘正茂、魏怀仁和许老发 说实话下飞机的这些个诈骗大佬 我是一个也没听过 我也不确定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不是这些人的手下 他是管他的呢 我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在网上查起了这帮人的资料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接到过骗子的电话和短信 不妨准备好啤酒瓜子矿泉水 下面我们就一起唠叨唠叨面被电炸的那些事 我们都知道缅甸是个东南亚国家 紧挨着泰国和老挝 而缅甸意思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宋朝 其中缅的意思是遥远 中缅边界那些山谷地带就称为殿 所以在宋朝的时候缅甸可以理解为遥远的山谷 到了1278年的时候 巨能打仗的元朝忽必烈 把缅甸东北部设置成缅中行省归云南省馆 类似于同时期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征东行省 说白了就是附属国每年需要上贡 但是到了1885年 英国把清政府打趴下了 把缅甸划成了他的殖民地 派印度总督管理缅甸 二战的时候缅甸被日本占领了两年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 缅甸国内是一片混乱军阀混战 而其实这个时候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混战 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 国民党退回了台湾 但是其中云南战场上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并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退到了越南和缅甸境内 这部分军队大概有几千人 而退到缅甸的这部分 是由国民党陆军中将李弥领导的 李弥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最早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 时任国民党第13兵团的司令 退到缅甸之后的他 为了对抗当地的军阀和缅甸政府军 蒋中正在1951年 通过运输机给李弥空运了900多艇枪支 和大量的弹药 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缅甸的政府军和各个军阀虽然人多 但是根本不经打 可以说李弥是没费什么剑 就打退这些人的进攻 而一直盘踞在缅甸的李弥 为了养活几千人的军队 就已经开始终止应速了 中间他也坐飞机回到过台湾几次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不可能打得回中国 于是干脆战山为王留在了缅甸 到了1954年兵强马撞的李弥 已经把几千人的部队发展到了1万多人 缅甸政府搞不定李弥之后 就开始在国际上求助 给台湾方面施加压力 说你这就是土匪呀 盘踞在山里 不但牵占了我们缅甸国土 而且还重英速搞鸦片 弄得我们民不聊生 在国际的持续压力下 蒋中正于是把李弥给调了回来 但是他在走的时候 留在缅甸的部队没有全走完 留下了几千人 这些剩下来的残兵游泳 后来被分了几个部分 开始在缅甸的北部游荡 逐渐加入了当地的一些军阀 算上缅甸政府军在内的话 这些军阀差不多有20个了 而这些军阀里 跟我们今天故事最相关的一个人物 就是国感王彭佳生 国感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汉族 是汉人聚集的地方 他位于缅甸的东北角 就那么一小块的地方 中仙城市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过的老街 作为国感王的彭佳生 是缅甸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于1931年出生在缅甸 祖辈上是来自中国四川 1946年只有15岁的彭佳生 就读了新城进修班 虽然名义上这是个班级 但实际上他是国感的军事学校 这个军事学校虽然很小 但是质量很高 一位学校里的教官 都是之前黄浦军校那边的毕业生 都有过实战经验 而不是纸上谈兵的那种 1948年彭佳生毕业的时候 班上有22个人 全部都被授予了少尉军衔 而他的两个同学后来比他还出名 他们就是尖三脚最大的两个毒枭 罗兴汉和昆莎 实际上彭佳生也算是个小毒枭 只是他在规模上没起来而已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军事学校毕业后的彭佳生 加入了国感自卫队 在之后漫长的军事生涯里 他一直在国感地区招兵买马 成立了国感同盟军 把自己任命为同盟军的总司令 跟缅甸军政府和其他的军阀打游击战 多年的战争之后 在上世纪80年代 他基本控制了国感地区 其中1989年 他和缅甸政府签订了停火协议 缅甸政府宣布成立国感特区 承认彭佳生对国感的控制权 并且双方签字约定 20年内不打仗 在1989年控制了国感之后 彭佳生开始大力发展经济 他提出了禁毒的口号 引力打击种植和贩卖鸦片 因为在占领国感之前的几十年里 各地的军阀 包括彭佳生他自己在内 都是靠着以毒养兵的策略 他的两个老同学昆沙和罗兴汉 更是出了名的毒销 引进着包括中国在内 国际上对毒品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彭佳生认为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 于是他开始尝试着走农业发展的道路 这个禁毒你必须要有个热门生活 有个瘸痴 他要能够生活 现在这个是最困难的问题 我就考虑这个问题 禁毒下生命令可以做得到 但是还是热门生活 不得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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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饭 大家处于想办法 总是没得得吃饭 那么就国家都失调了 我们总在加费 加费比 总在几万块加费 加费上市了 总在几百万株没有成效 总在二三十万株的香蕉没有成效 我们种的钢子 这些钢子平地都是卖不上去 最后它翻译 但是果敢地处山区属于高寒高地 种植业很难形成规模 而89年的缅甸哪有什么种植技术 全靠着隔壁中国派来的专家知道 但即便是有了中国的知识 多年尝试下来 果敢地区的农业也没有发展起来 迄今为了生存 彭加生开始学习其他军阀的盈利模式 在当地搞取了赌博和军火生意 本来博彩业在全世界都是很赚钱的生意 但是到了缅甸这里就变了位 各个军阀在缅甸各地开设的赌场 一开始都还好好的做生意 但是随着赌场数量的越来越多 大家开始恶行竞争 到了后来发展到直接在赌局上做手脚 直接抢赌赌徒的钱 谁来都别想拿走一分钱 久而久之缅甸赌上的名声臭了 博彩也搞不下去了 到了2009年8月8号的时候 彭加生和缅甸政府的20年停火协议到期 早就想收回果敢的缅甸政府 于是找了个理由 说是彭加生在自己的地盘上制造军火 要求派兵去检查 而当时缅甸政府的带逃人 就是现在缅甸政府的领导人缅昂来 彭加生这边当然不干了 哪个军法不自己搞点军火 又是两边又打了起来 其实彭加生不知道的是 缅昂来这次其实谋划了很久 他早就收买了彭加生手下的四大金刚 同盟军的副司令白锁成 白锁成的副手 国敢地区政府秘书长刘国喜 同盟军总参谋长卫超人 同盟军财政科科长明学昌 2009年8月27日 白锁成卫超人等部将按兵不动 直接倒戈 站队到了缅甸政府那边 把彭加生赶下了台 自此之后彭加生躲到了国敢 和中国云南一带 迄今也多次尝试夺回国敢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一直到2015年84岁的彭加生 退出了军阀斗争的舞台 他把兵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彭德仁 然后重返缅甸 养老定居 一直到2022年去世 在2009年彭加生倒台后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之前提到的曾经背叛他的四名旧部 现在已经成长成为了 国敢地区的四个超级家族 他们在2011年和缅甸政府达成了协议 成立了国敢自治区 在这里他们发展经济的方式 和至今彭加生一样 从早先的贩毒发展到了 后来的博彩业和色情业 再后来就有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电话诈骗业务 而这些业务之所以能壮大 其实也是因为缅甸政府管不了他们 打仗又打不过各大家族 所以缅甸政府采用怀柔的办法 允许国敢地区拥有自己的警察和部队 并且每个月缅甸还会以国家的名义 发给他们工资 作为交换 各大家族会给政府一些上贡 而政府这边则对国敢特区里面的行为 可以算作是不管不问 这里我们就以四大家族里的白家为代表 看看他们是怎么搞点诈的 1950年出生的白索成是彭加生的副手 在2009年扳倒了彭加生后 他和缅甸政府合作 当上了国敢自治区的第一任主席 成为了各大家族里面的老大 而作为老大 他手里可是相当的有资源 他的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占据了缅甸政府的要职 大儿子白应能是自治区常委 主管政治运作和博彩业 也是家族旗下百胜集团的主席 名义上说百胜做的是旅游 酒店 房积产 餐饮娱乐等正当行业 但是背地里还是在靠色情和赌博赚钱 在白索成的小女儿出嫁的时候 她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一段不能绑架勒索的劝诫 现在也成了名场面 我给你西方的行为道 这不服 尤其是我们家 我们在国防 不是说什么大人家 我们还得有 我一定的好 西方的女儿 都想 一定要做 本国把它翻牌 什么绑架 勒索 杀人 这些人全都不会做的 做不得的 做的 第一国不大人 而白索成其实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二儿子白映仓 1992年出生的白映仓 看着年纪不大 可是头衔可多了 他是国赶财政局的副局长 经济发展管理局的副局长 同时也是国赶民兵大队的大队长 这个民兵大队有1700人 是2017年成立的 职责是保护各大家族 抵抗外部的军阀 同时白映仓还有个非常圣人的身份 苍胜科技园的主席 苍胜科技园就是民北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电炸园区 无论是从诈骗的人数诈骗的金额 以及诈骗过程中采用的手段 都可以说是高居榜首 别的不敢说 在电炸这个肮脏的行业里 苍胜科技园绝对是专业的过于可怕了 他们天天研究诈骗技法 今后一共总结出了几十个套路 从最低级的冒充银行工作人员 冒充公监法等公职人员 发展到搁谁身上都好使得情感杀猪盘 这些诈骗专家们把他们的毕生所学 写成了一本诈骗秘籍 他们把受害者比喻成猪把套路比作成杀猪盘 传说中谁要是拿到了这本书 练成了上面的至尊诈骗学 就好比是东方不败练成了葵花宝典 它简单的分为找猪养猪杀猪三层 当你闭关修理完所有的三层之后 甭管对方是20出头的大学生 还是70岁退休在家的老人 甭管对方是喜欢打麻将挑广场舞 还是喜欢旅游运动 他们的杀猪盘里总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 甚至如果确定对方是投肥猪的话 他们还能量身定制诈骗套路 转向一对一VIP下套服务 而且人家诈骗的时候还与时俱进 开发出了股票外汇数字货币区块链等高科技杀猪盘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别看苍盛科技园是个诈骗园区 但是里面的公司在经营上可是相当的高效 他们会学习园区内的传销式洗脑大法 每天给你订任务每天让你喊口号 而且还会划分不同的小组让他们相互比赛 完成任务的有加奖据 据说如果有人开单超过50万人民币的话 诈骗园区的员工就会全场齐力鼓掌 并且在晚上的时候放烟花庆祝 那股热血劲比一般的公司都强不少 而那些玩不成任务的可就惨了 拖出去打饿肚子 关小黑屋是常规操作 光是这个苍盛科技园里面的诈骗犯 就差不多有上千人 成千上万人被他们洗脑 每一年光靠着电炸 苍盛科技园就能纯收入上百亿人民币 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人工费的 少量的诈骗人员是自愿加入进来的 而更多的是被网上的各种黄推 高新小广告给骗来的 由于靠近中国的云南省 所以这些电炸集团特别喜欢把中国人骗来 他们在网上通过高新工作 赌博等噱头骗人上当 在把人骗到云南后 通过不断的换车等途径 由专门的舌头非法带入到缅甸境内 到了电炸园区之后 这些做着发财萌的年轻人才恍然大悟 他们的护照、钱财、随身物品都会被搜刮走 然后直接让你开始学习诈骗 每天早上从10点干到凌晨2点 不愿意学的、想跑的、不想诈骗的 都是一顿打、饿肚子、关键币 把你打服了之后 他们通常会给你3-5个手机 开始教你诈骗的话术 通常会给你2个月左右的时间熟悉 如果2个月的时间你还是开不了单的话 又是一顿揍、又是一顿洗脑 什么?受不了想逃跑? 不好意思 楼下都是24小时持枪站岗的 就算你能耐大跑了出去 然后打电话报警后却发现 卧槽 警察兄弟直接把我槽 送回来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的是 隔壁的明学昌家族 就掌管着果敢的警察营 真正做到了警匪一家 而对于那些一直没开单 聘不到钱的员工 电炸集团一般会有几个选择 要么直接当商品卖给其他电炸员去 价格一般是10-15万 要么直接让他给家人打电话 明着说自己被绑票了 跟家人要输金 一般输金是30-50万之间 但是第一次支付了输金之后 通常他们也不会放人 而是继续的压榨 当你的家人付了几次钱 他们觉得海绵里的水 差不多被榨干的时候 才会放你走 更狠一点的电炸员去 还会直接给你尬腰子 通过多年的诈骗 白银仓年纪轻轻 就积累了巨额财富 经常会通过社交媒体来炫富 什么劳斯莱斯 宾利 兰博基尼 每天换着开 在夜店那也必须是宝铲 所有人的消费都是他白家2工资请客 在他的眼里 钱就跟白纸一样 要多少 有多少 在他30岁生日的时候 白银仓在自己的电炸员区内部大白宴席 期间各大家族的人纷纷过来祝贺 就连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星们 也给他发来了视频问候 凑了一下热闹 从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些明星里 包括香港的曾志伟 黄一飞 曹查理 还有大陆的演员杜虚东 相声演员侯耀华等 事发后杜虚东和曹查理通过社交媒体 为此事道歉 曾志伟也表示 只是受了朋友的邀请 只是拍了短片祝福他朋友的朋友 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朋友的朋友 并不是很了解 只是碍于面子才那么做了 生日现场的视频里 我们可以看到白银仓的超级跑车 都到屏幕都拍不完 而且他手上的手表也是价值不菲 网上报价352万人民币 而这个送白银仓豪车的小伙子 也不简单 名叫魏清涛 他是国杆特区 魏氏家族魏超人的儿子 整个魏氏家族可以算是排在白家之后的第二大家族 组长魏超人在年长之后把权力传给了他的弟弟魏三 这个家伙控制了国杆的政法系统 因为他的手里有国杆唯一的正规部队 1006边放营 作为魏氏家族未来的接班人之一 魏清涛的职位是国杆警察部队21营的副连长 也是家族经营的亨利集团的总裁 亨利集团非常类似于白家的百胜集团 本质就是靠设立赌局发财的 但是亨利集团还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 而统筹规划这一切的就是魏清涛的姐姐魏荣 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魏荣是亨利集团的董事长 掌管着魏家的财政大权 也是魏家最有能力的新一代接班人 他很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去包装自己 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从事地产旅游的美女老板 同时他还经常和自己的闺蜜 百所成的女儿白英兰一起 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帮助当地的贫困儿童 资助当地的学校医院等 表面上看这两个人都是社交名媛 都是慈善家 但实际上用两个字就可以总结 广子 通过短视频平台魏荣和白英兰 会鼓吹民北的美好 而且还会安排一个文艺队给你跳上个热舞 还会找个帅哥美女用缅甸扣音的中文 给你来一顿鸡汤洗洗脑 比方说不少人就在抖音上刷到过陶欣富 但看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是假名 陶欣富就是魏荣管理的 亨利集团的网络推手之一 通过短视频平台 亨利集团诱惑了很多做着发财梦的人 通过赌球 理财外汇等各种杀猪盘坑害了不少人 其实这些电线诈骗很大的一部分受害者都来自中国 光是2021年第一季度 中国浙江省就破坏了11800起电线诈骗案 属于这只是一个省而且只是一个季度里 虽然不是所有的电炸都是从缅北这边出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缅北的那几大家族 那几大园区上万人的诈骗犯的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多少人一辈子的积蓄都没了 更凄惨的 有的人还为此想不开跳楼的呢 这些电线诈骗可以说是坏到骨子里了 所以中国警方其实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为了解决电炸的问题 中国这边其实也跟缅甸、柬埔寨、老我等国交涉了很多次 缅甸这边每次也都是应付一下 随便抓上十几二十个报上去交一下差 缅甸政府这边其实不想管 因为政府本身其实也算是这些捐罚的保护伞 也会从中收取好处费 管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更何况政府也没有能力管 打也打不过那些军阀呀 而中国方面其实也清楚这一点 但问题是中国不能直接插手进来 要不然的话就算是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了 所以中国方面也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 不过随着每年电炸损失金额翻倍式的上升 中国也意识到民北的电炸问题 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电炸损失的金额 在一年353亿人民币 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差不多翻了10倍 达到了惊人的3265亿元 而到了2022年这一年 中国光是拦截诈骗电话 就已经拦截了18.2亿次 电炸实际损失的金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 你想想看2万亿人民币 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不管是用来发展经济 或者是增加社会福利 都会给国家和人民造福不少 照电炸的这个发展速度要不了几年 损失的金额数字恐怕还得翻倍 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解决民北的电炸问题 思来想去中国这边认为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找一个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必须对民北非常熟悉 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 而且必须听中国的指挥 找来找去 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彭德仁身上 彭德仁是之前的国感王彭嘉生的儿子 在彭嘉生年事已高之后 彭德仁继承了父亲的兵权 带着为数不多的游击队 一直在云南和民北边境附近盘踞着 最重要的是彭德仁是听话的 他愿意和中国方面合作 中国虽然不能给彭德仁直接提供军队 但是可以提供战略指挥 提供智囊团 而且还可以提供无人机等超一流的先进武器 这样的话彭德仁出兵出力 帮着中国打击国感的各大家族 彻底摧毁电信诈骗的老巢 而他自己当然也不亏 把各大家族赶走之后 他自己可以重新占领国感 在和彭德仁方面秘密谈好了之后 中国方面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彭德仁师出有名的机会 幸运的是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9月6号 这一天民北国感自治区政府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当天各大家族的组长和重要人物都出席了 自治区第一届领导委员会主席博索成 为云敏徐昌 自治区第二届领导委员会厂委魏桑 为云刘正祥 100路并反映影影长杨孝金等新劳领导 及地区国际部门 国际治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上 敌政府主席首席明确劳自治区 将引格执行国家于9月3日下达 引力打击定性诈骗 及其吸叠隐身方罪活动真理的决定 越看这个新闻 你就能越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魔幻 这一群店炸老板们聚在一起 当着摄像机的面 讨论着如何引力打击电信诈骗 关键是缅甸的每个人都知道 眼前的这些占据了 民北政府要职的家族大佬们 他们就是诈骗犯 但这里是缅甸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从会上发言人的顺序来看 就可以猜出他们在民北地位的高低 除了缅甸政府委派的 完全没有实权的李正福外 会上白锁成第一个发言 证明他的实力最大 第二个发言的是明学昌 他之前在09年的时候 当时他的势力在几个家族里最弱 不过近些年凭借着制毒贩毒 以及通过旗下的卧虎山庄搞电线诈骗 他在几个家族中一军突起 积累了巨额财富 占据了第二的位置 并且明学昌家族里还掌管着 民北政府的警察营 连警察这种国家机器都归了个人管 你想想民北他能好得了吗 第三个发言的是魏三 他已经接替了哥哥未朝人的兵权 最后发言的是刘正祥 跟前面的三位不一样的是 他并非是彭家生的手下 而是一个民北的老牌毒贩 旗下拥有福利来集团 在国感他的国家职位是 城市发展管理局局长 最近靠着电炸和赌博刘正祥 直接崛起成了第四大家族 把之前的刘国喜家族 从第四的位置上挤了下去 刘国喜家族主要是在缅甸占据了不少矿山 靠着大量的翡翠资源起家 虽然他也搞电炸也是有钱有势 但是实力已经挤不进四大家族了 而且他本人已经在2020年去世了 会议上还能看到白所成的儿子白应苍 白应能以及魏家的接班人魏蓉 其实在这次的会议之前 几大家族已经接到了风声 知道了中国方面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承办电炸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之后 国甘自治区的几个家族大佬们 也在各自谋划着如何应对 在开会的一个月后 2023年10月11号 中国警方首先从缅甸的瓦帮开始 打击电线诈骗 公开通缉陈银板 肖银快等电线诈骗老板 这两个人和缅北国甘地区的 那四大家族情况很像 都是电炸老板 都占据着国家政府的要职 陈银板是缅甸瓦帮建设部的部长 而肖银快则是瓦帮的一个县长 从地图上看 瓦帮就是亮绿色的区域 它的上面就是四大家族统治的国改 在通缉令发布的仅仅5天后 10月16号 缅甸政府超高效的 就已经抓住了2349名 中国籍电线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经典一幕 中国警察都去临仓了吧 跨越几千公里 皆创业失败的老板回家 黄马甲红马甲蓝马甲 现在的临仓最多的就是各种马甲 每个地方的颜色还不一样 各省的警察叔叔们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来了个大学会 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场景 都要感谢这些小马甲了 就是苦了云南的同志了啊 这俩月想做个高铁 还得和诈骗犯们一起 来年春城无人知 一朝分拣天下时 新疆内蒙的警察 怎么也没想到 这辈子第一次去祖国的南部边疆 是去拉坏人的 一拉还是几十上百个 可以说在中国给缅甸施加压力之后 缅甸政府基本上几天内 就搞定了瓦邦的电炸 缅北国港自治区的四大家族 在知道后也是人人自危 一直在想对策 他们考虑转移部分电炸人员 到政府控制的安全区里 但是到了2023年10月10号的时候 明学昌家族的电炸园区里出事了 卧虎山庄虽然听上去跟个度假村似的 但其实也是跟白银舱的 苍盛科技园一样 就是个大型的电炸窝点 他的外墙是一大圈高墙 走进来之后 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港厅 里面有人持枪把手 弄得跟谍战片里的警备司令部似的 可见想逃出去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在10月20号这一天 明学昌这边为了应对缅甸政府的突袭 他打算转移一片人到别的园区 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 有人组织这些电炸人员就开始趁机逃跑了 大批的人员开始往大门口的方向涌去 现场一度混乱 为了制止大规模的叛逃 明家的人开枪了 但是这个时候有几个人站出来说 自己是中国来的卧底警察 要求明家放弃抵抗 让这些人离开返回中国 当时活下来的人事后表示 明家这边非但没有照做 反而继续的朝着逃跑的人群开枪 当场就打死了70多人 而且还把这几个出头的警察给活埋了 由于中国方面一直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所以这里的一些细节 不同的媒体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有的说是死了70多人 有的说是80多人 有的说是活埋了两名警察 有的说是4名 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 但是从之后中国警方的做法来看 大概率的确是有警察和大量电查人员被打死 而这一触犯了中国底线的事件 恰好给了彭德仁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在仅仅7天之后的10月27号 就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要打击电线诈骗 维护当地百姓的利益 而且他们还公开了一个劝详书 需要注意的是 在里面的第三条 他们还重点提到了不接受白家的投降 因为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 白索成作为彭家生的副司令 作为他的先父 带头第一个叛变是出头鸟 随别的人可以人可以投降 就是白家不行 彭德仁这边本来就有几千名的游击部队 再加上中国这边提供的无人机等新建武器 所以缅昂来的政府正规军 来了一个师的兵力 连坦克装甲车都用上了 结果也是没几天就被彭德仁给打了回去 缅昂来的正规军跑了之后 四大家族这边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 在彭德仁带领的同名军的攻势下 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就打掉了上百个据点 陆续占领了清水河 沐邦等几个重要阵区 直接包围了果敢的中心老街市 而对面的军队只有三个 魏三旗下的1006兵防营 白家白银舱下面的果敢民兵大队 以及明学昌的警察营 虽然看上去总人数和彭德仁的军队差不多 但是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到两周的时间里 集大家族是死的死的逃的逃 2023年11月11号 中国辽宁的大连警方 福建的泉州警方、浙江的温州警方等各地市警方 都公开发表通缉令悬赏10到50万人民币 缉拿明北地区的各大诈骗头子 而其中他们首先拿明家开刀 在2023年11月16号 逮捕了明家的几个重要人物 而且公开失踪 国港的亲朋好友们 我是碧惠君 目前我在这比一切都好 你们放心 这段时间我认识想了很多 我们国港搞 电榨 赠得钱都是中国老百姓 养老钱 抗病钱 救命钱 多少家庭施力破碎 多少人倾家当场 国港 不能再从事电榨活动了 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限 不清除 电榨 绝不受兵的 你们也千万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作为事件的导火索 明学昌的卧虎山庄 杀了那么多人 包括卧底警察 所以明学昌自知末日来连 被抓住的话 他肯定也是活不了了 因为中国那边是有死刑的 于是在2023年的11月16号当天 明学昌在自己的车里自无了断 而白家这边看上去却不怎么害怕 白英灿还猖狂的在网上公开留言说 通级就通级 照片不能给我弄好看一点吗 该死 在下面他还回复网友说 冰来降党 水来土淹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不过他的老爹就比他稳重多了 他发了视频 请求民北的百姓们要镇定 不要慌 鼓励当地的企业继续正常营业 人们正常生活 说大家都不需要逃难 说他们经历过战活的洗礼 什么停水停电打我都不怕 总之就是有我白家在 大伙就不用担心 我们各公司都应该正常的员业 听说明天要断定了 无所谓 所以我们也是甩着火柴头过来的人 不一定我们也同样过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准备 也有发定机 十天帮员的话根本不成问题 要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老干 大家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家务 在公司呢 几十一年 而事实上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 大量的缅甸难眠穿越边界 逃去了云南境内 而白索成这个老滑头 跑的其实比谁都快 他组织了直升飞机 想要带着家人出逃 没想到飞机被同盟军的火箭炮 直接给打了下来 造成三名家族成员死亡 当时的一些媒体还曾爆料说 死的这三个人是白索成的 儿子白应苍 女儿白应兰 以及女婿曹强里 但其实这是个假消息 因为白应苍之后很快就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只是这一次 她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狂妄 2023年12月10号的这次大型抓捕 基本上是切断了明北电炸的命脉 四大家族 包括后面起来的第五大家族徐老发 基本上都被一窝端了 有小道消息说 魏荣在新加坡也被抓了 等待着移交给中国警方 所以说明北诈骗这一块暂时是停下来了 短时间内 电炸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了 不过虽然瓦邦和缅北的电炸解决了 缅甸其他地区的电炸依然还在进行着 这个常年混战的国家 在敏昂来的领导下 变得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没有前途了 在把四大家族赶走之后 彭德仁成了新的果敢王 或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他不会走电炸的老路 但是合法的生意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 他怎么去养活那么多人的军队 电炸如果不能做的话 他会不会又回到之前黄赌督的老路上去呢 而且即便是缅甸这边一个电炸都没有了 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手机就会安静了 时不时的带着菲律宾口音 带着阿斯尔口音的电炸人员 还是会发短信 还是会致电给我这个假签是黄 巨大的利润刺激下 电炸已经变成了超越黄赌督的暴力生意 因为这些在印度孟加拉 菲律宾金普寨等国家成立的电炸中心都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这些国家都相对贫穷 法律超级不健全 即便是抓到了也不会怎么判罚 基本上就是花钱了事 而且电炸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那些个搞电炸的抠脚大汉们 给他们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就行 你要是卖个毒品走四个军火什么的 还整天提心吊胆的 抓住了基本上还能判个死刑 而且挣的还不一定比电炸多 所以不论是从风险的角度 还是从投入产出笔的角度来说 电炸也是越来越被犯罪分子们青睐 其次跟缅甸一样 这些个国家的政府和地方官员 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和电炸一伙的 相互之间有割不断的利益输送 所以充当了保护赞 我们应该庆祝缅北的电炸家族被团灭 但是也不要指望电炸这个烦人的东西 会在短时间内相往 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认清 这些电炸的内幕 时刻保持着星星 别被一些表面上的东西给骗了 这个世界上的钱 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想靠着一些捷径去一夜暴富 倒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年头连彩票都有做假的 你还想一夜暴富的话 那就赶紧洗洗睡吧 一个好梦解决不了的话 那就多睡一会儿 再来一个好梦 那么对于民北诈骗的这些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有没有接到过电话诈骗 有没有被骗过的经历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爱你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